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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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逢星期六的七點半有達人在線 千萬不要看,不是跟我一起敗酒 Hello 大家好,我們是JI 我是Jacky 聶副專 我是Iki 張艾奇 逢星期六晚七點半鐘達人在線 千萬不要看 Hello 大家好,我們是BGIS 我是Jofie 周文熙 我是CC 周理盈 我是Riley 霍又森 我是Yona 方耀 逢星期六晚七點半的 達人在線 千萬不要看 達人在線 逢星期六晚 夜晚七點半至八點半 千萬不要看 達人在線 逢星期六晚七點半至八點半 時間你們都不要記住 千萬不要看 大家好,我是你的魔術師 Miss Sunny 逢星期六晚上七點半 達人在線 千萬不要看 對 否則你會有損失 大家好,我是警信之花 Hailey Ma 馬俊希 騙徒手法真是層出不窮 在這裡跟大家說一聲 每逢星期六晚七點半至八點半 達人在線 千萬不要看 大家好,我是Brian 黃千亭 逢星期六晚七點半至八點半 達人在線 千萬不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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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我覺得這個節目 肥皂不會看 可真的很非對 我覺得這陣子的天氣,天文堂好像準了很多 準了? 是啊 就是這次的風準了 好像上次這樣,香港打十步風球 那天氣報告在早一天已經公佈給我們 我們小心,明天將會有幾點八號,幾點十號 就列出來了 所以我們這次,我們香港都叫做拓賴 是啊,沒什麼傷亡,只是水浸 不過澳門方面就比較慘 但是風一走了之後,現在好像又說來風 是啊,聽聞明早前有機會打八號風球 所以各位小心點 那你見不見到一件事,我們現在兩個人坐在那裡 本來是三個的 他被風吹走了 就是了 他知道今天因為天文堂公佈,稍後會掛三號風球 所以那些車、人都飆回家 那仁哥現在就塞車途中 是啊,最新交通路況 在丁九附近有一輛貨車翻側了 所以大家出去九龍的時候,就要提早一點 沒錯了,仁哥現在在車籠裡被人困住了 那他會稍後回來 那他會稍後回來 那他也不知道他去那邊 對,那就講一下這個星期發生了什麼事 對,眼一號就是這個星期 好像你說你有些關於動物的事情 對 那你講明聽聽是什麼事 話說二十一號,就有個電影首映 高Sir你也有來 有有來 就是再見逆時狗朋友 本來想著臨出門口 那時候就突然間 我之前不是經常說我樓下有兩戶人家 其實那兩戶人家不認識的 但是他們都是同一樣東西 就是對那些狗不是那麼好 是嗎 是啊,現在一發生就是左邊那戶 因為前一陣子那隻小狗叫哈哈 其實是很癡人的 那時候早上 也不是早上,是晚上 臨出門口準備去手拍 然後我工人姐姐剛剛躲完垃圾就過去 然後就說 哎呀糟了,樓下的狗不知怎樣 流了雨很辛苦 我當然是馬上衝下去 誰知道她的腳已經在那裡吊吊了 我猜她的腳已經被東西撞斷了 是啊 其實還不知道什麼事 不知道是打架還是撞不撞斷 那已經 她站也站不到,在那裡吊一隻腳了 在那裡找 看到兩個外籍人士 幫她包紮著 一直在那裡等著她主人回來 然後呢 隔了不久了,她主人就私事回來 原來去了游泳 是啊 然後我就跟她主人說 然後就說 喂,你的狗這樣 傷得很嚴重 你是不是應該帶她去看醫生呢 然後那個主人說 蛤? 總之整個反應好像叫她吃屎 可能一樣 看醫生會給錢 如果做手術更加要給 但她是女兒來的 是啊 是啊 然後 然後 所以 總之 總之帶她去看醫生 就好像叫她吃屎 然後 我跟她說回這個狀況 然後她說 應該是 剛才跟我去游泳的時候 走出馬路又不會看車 然後不停指著她 說了很多次 抵你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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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 狗 她怎麼會有自覺 可以說過馬路過得很好 她不是人 是不是 你是不是應該 那個主人 戴著她 或者用狗帶帶著她 或者如果那隻狗會聽話 你應該好像我們看那套戲 他們都沒有找狗鏈拖她出街 她走到哪裡 那隻狗會跟在哪裡 除了在公園 但是 總之她整個反應很不舒服 然後 沒有了 已經見到這麼危桌 就打給冒涵守護者 打給Ken哥 問一下怎樣做 一定要送她去醫院 但是要預約醫院 預約性 然後 我已經跟那個女人說 她已經走進去 走進去 然後我在裡面扯她出來 那現在怎樣 你是不是不管 然後她笑一笑 總之給我看到的態度 是不行 然後她又走進去 然後我說 喂 那我帶走她 這個時候 她才笑笑 說 好啊好啊 謝謝你 好像 因為一件事你帶走她 就是你給錢 是啊 其實錢 其實錢是否這麼重要呢 你養了一隻狗 這隻狗跟你有感情的 你去玩的時候 牠又跟你玩 你去叫牠 擠牠又擠 但你叫牠 喊喊喊喊喊喊喊 出入手拍禮 你怎麼會有時間再去 沒有啊 都是遲到 那天是遲到 一定是帶她去看醫生 先 是啊 遲到那個 是 說蝦仔 是 嗨 剛剛過跪車 反車 整條路 都在那裡 所以如果你說你早15分鐘到 那就變得 剛剛好 是 真是壞 那條馬路 那條十八條公 是啊 怎樣啊 說到哪裡了 在說蝦仔 帶她去看醫生 然後其實證實了她是 嚴重骨折 還有那天還沒有過危險期 是 是啊 那怎樣呢 最後給錢 就是 人哥說的 即是怎樣呢 即是在說這些 錢是一定有人給的 那當然是無邪守護者 幫人家搞定了 我都說 我都說 查理都說自己背回 但是呢 對方就說不用了 我們有基金 然後再檢查他的晶片 原來是 都是無邪守護者的義工 是啊 就是 就是剛好住他旁邊 那樣 他那天打給我 即是說 樓下那個姐姐很兇 還有說他什麼 他帶走那隻狗的時候 嬉皮笑臉 你拿走啊 拿走啊 你當然了 我聽到我馬上亮燈 那亮燈 你們大家都猜到我會做什麼 X加YZ 是的 那天其實我忙著去手拍的 我自己拿了一套戲回來做手拍的時候 我忙著過去打點的 那我都叫人家的車打進去 進去聰明兩下 聰明完兩下 他接著叫村民來 是啊 關村民什麼事啊 即是說你兇的 即是叫馬 是的 那我當然是離他們了 我不怕 當然不怕 那離完之後 那倒是壞的 我又趕著要走 他就因為說 你不要走啊 不要走啊 那我其實真的要走 你不走不行,這壇大過這壇 我夠時間了 都是在互相鬧著離開 當然我知道阿沈的心裏都有些忐忑 因為我真的問候她,直接問候她 我都沒有什麼轉彎活覺了 我都怕別人拍我的影片 我不怕了,你都一年幾次了 我不怕的,我其實是不怕的 我是很生氣才會做這個動作 然後那個阿姐都說,我都不養了 可能我真的醒了她一會厲害之後 她的心很不舒服 我說你忍住你啊,你看著啊 我每天慢慢和你玩 我講得很留著尾 我知道對她來說心理壓力都很大 我特地要給她心理壓力 好了,那裏先告一段落 我們再講一點事務 然後就高Sir入政題 我們在未講之前 就播一段錄音給大家聽聽 大家好,我是Kenny 為何要錄這個錄音給大家呢 那就是因為我暫時要離開一下大人在線 那這個節目呢 是從星期六上來 和大家一起聊聊天 和阿仁哥和阿彩來聊聊天 其實是很好玩的 即是每一個星期都這麼大壓力 上來這樣玩是很開心的事 那為何要暫別呢 那大家過去這個星期 最大的新聞呢 當然是千甲颱風雜港 那對於香港的影響不算很大 不過對於我們鄰近的澳門呢 大家相信有看新聞的話 都知道那個情況都挺嚴重的 那就 聽那邊的朋友說 或者那邊的人說 都是 情況都是挺混亂的 到現在都還沒搞得好 即是可能我們現在 可能我們開水後就有水 或者可能我們 下街上吃什麼就吃什麼 繼續去吃飯 但那邊已經是另一回事 即是隔一個河 海岸已經見到是兩個世界 那我本身不是澳門人 不過我的工作和我的生意上 都和那邊都很密切的關係 那就 對於那邊的影響是很大的 他們這方面的賭業和旅遊業方面 因為甚至乎有些同事 他們現在開始是 上不了工 即是他們不是說受傷 或是上不了工 他們是 家裡都已經混亂了 或者他們的社區都混亂了 即自己家裡都還沒搞得好 那他們還怎樣上班呢 可能要幫忙 即是清一下場也好 怎樣也好 有些事情要搞 因為那邊其實可能我們平時看 就見到他們 一向都在走 但是如果他們 他們的旅遊業 或者他們的賭業那方面 他們停了一天的話 他們的損失都是非常誇張的 那我和他們合作開 他們基本上還在上市 那如果他們的情況繼續惡劣下去 就要 即是他們的業績 就很容易就反映出來 是沒得騙的 那接下來我都會多些過去那邊 就幫忙 當然有戰爭 那就看看有些什麼 要幫他們恢復 對於他們的賭業 他們的旅遊業 重建那個信心 那也有很多事情要做 那些這樣的 那他們因為不僅是 建設上要做好 因為他們一下子 他們簡直變了很多 搞很多人去退房 或者退回整個套餐 不去的 簡直是 還要是無條件這樣去 即無條件這樣去退回給別人 那到時變成那個手續 或者那個金錢上的損失 是不單止是沒有租房 不單止是沒有租房 沒有人來賭 之如此之類 是直接要倒貼的 那所以那邊 現在那個賭業和旅遊業 他們都很緊張 跟著接下來怎樣去復甦 那你知道 澳門其實不是很多人 那他們和他們請的人 都未必 一下子會這麼熟 所以就需要一些比較和他們熟悉 他們那邊做事的人去幫幫忙 那還有阿仁那套很好的 他就說都想借著節目 呼籲一下大家 那我們香港人 或者有什麼可以幫到手 其實現在那邊 可能我們 剛才都說過 或者可能下街買東西 我們去車廁市場 或者現在去不同的便利店買東西 已經很方便 如果想吃東西都基本上可以買到來吃 那邊其實比較需要一些乾糧 因為水呢 他們接下來都差不多可以恢復到的 那我們這裡 未必這麼擔心 那其實如果大家可以的話 現在其實順德中心那裡 他們的義工發起了一個物資的收集站 那其實如果真的大家可以的話 就帶些乾糧過去 就是放在那個物資站那裡 其實就會運送到過去那邊 給有關的人 就是再去分發給不同地方的人 其實可能我們現在 可能我們覺得 吃一包餅都很容易 但是可能對那邊來說 都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 那或者大家都幫幫忙 那我們 好吧 那我們遲些有機會 那我就再 盡快回來這個節目 跟大家聊一聊一起玩 嘩 看到阿Kenny的樣子這樣 這樣只是一個樣子 接著有一段錄音 以為她走了 但是吉利斯 又不是的 那Kenny呢 因為她的工作需要 她要長期去澳門幫忙 那這次是 即是有個使命是要去搞 所以長期都不能回來住 那我在下個星期 我看一看 在等一些時間出來 我就也會過去幫忙 那如果各位有時間 也沒有什麼地方去 你可以直接 叫我們一起去幫忙 都可以 或者你怎樣去聯絡 阿Kenny 過去她的地方 幫忙她的事 好了 那希望她們快點搞定 那就 好了 回來這個節目現場 那剛才Charlie的 狗故事說了 阿Kenny也說好了她要交代的事 那我今個星期就發生了一點點事 我第一次是被精神有問題的男士騷擾 不是吧 是呀 性騷擾那一隻 那又不是性騷擾 她有些奇怪的 那話說我就搞了兩個活動 那她兩個都是有其他人 不知為何帶了她來的 是不同的人 那好啦 來到她又自稱記者 又幫我拍照 然後又說外面報導 我隨便你了 沒有所謂 就是那些網媒那些 那不要緊 其實她不像的 那不要緊 那你講真的 有問題和有問題 或者當看起來有問題也好 我們沒有問題的 就是 來的都是朋友來的 那照做 那很奇怪 那有一天的 早上 她就說不好意思 人哥福祉了你 那我會幫你寫一篇報導的 那我大概會寫查理 那我會寫你 那我會寫你 那好吧 那OK 那其實你要寫的那些東西 是我 你要不就有全程訪問我 就寫出來 如果你要自己寫出來的那些 你會給我看的 OK 好 那她就自己創作了一篇東西出來 那我就看了 那其實你創作了一篇 那那些應該是大陸東西 那我一看之下 你都九不達八的那篇東西 別人的那個 別人的那篇報導 在說一個活動 是 你是在說一個活動 別的東西 你在說別的東西 基本上就是 那我就 那不要緊 你誠意拳拳 那我沒有理由 我要教你寫的 或者是我要怎樣 我就用她那篇東西 在這裡畫了這幾行 然後可能又叫她 加一些這些東西 是我們想說的東西來的 那其實整篇東西 是基本上動了她的10% 那其實已經合情合理了 那這件事 那跟著呢 那我也想交代得清楚一點 那我也錄多兩句音給她 讓她更清晰一點 跟著呢 她突然間 一塌東西 我聽了第一個錄音 她就說 喂 幸哥 什麼 我現在在見一些很重要的人 沒有空你理著 那跟著就說 你九萬多個錄音 我怎麼 我沒有空聽 總之 她說一些東西 她突然間 那個性格好像瘋了 很激動 那我就 打了一句 我說 不要緊 不要報了 其他十幾個錄音 我沒有聽的 我說不要緊 不要報了 有她先 有她先 不要出街 不是 我不會恨的 大哥 大家認識我這麼久 知道我大人把報道 我不需要貪這些 不好意思 教主上身 然後 她那個網媒 她老闆 她老闆 基本上 經常都冤我 要我給她 我說她老闆 不是她 對 不是她 那我就 不要浪費 我本身給了她的照片 我就給她老闆 然後我自己 我用了五分鐘的時間 我打完一片 我扔給她老闆 你出 人家不夠半個小時 搞定 打電 我也都不貴事跟她說 接著她 夜晚她一想 其中那些字句 是有一點點叫做 是挑釁我的 她不是挑釁我的 她直接要 要 直接要宣戰 那是 那當然啦 她講到這裏 我已經覺得她是斜的 那我當然不會理她 那她一直在那裡講 她凌晨喪打給我 又喪聲給我 又說什麼 要我擺和頭走 什麼頭走 又說你在哪裏 我馬上過來 又說我要上你的公司 怎樣怎樣 我心想你真的上我的公司 我怕你被人丟掉了你 去街上 這些他是我不小心發小小力 會搓死他那些 但是我都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我看他Facebook 他就是自稱自己的精神是有問題的 我不知道你真還是假 還是我的聯絡 但是怎樣都好 我都決定不認你了 但是他開始自己幻想一些東西出來 又說我騷擾他的common friends 又說我怎樣怎樣 然後我都怕這傢伙瘋癲的 然後當然有人PM我 說他在他的群組說我怎樣怎樣 那說真的 難道你吵架劉德華 劉德華會理你嗎 都是那一句 那我當然不會理 他說我騷擾他的common friends 然後他又會騷擾我家 我就怕他真的黏起來 不運從人家不知道他是傻的 那我就馬上拔他出來 放在Facebook那裏 那你根本上不能鬥別人 他的Facebook的一篇東西 只有兩個like 又沒有人同意 沒有錯 只有兩個like 我都不 我知道他可能真的沒有這些東西 他自我陶醉而已 然後就把他那些東西CAPQ出來 放上去 那怎麼不用說了 大哥 我陳達仁 怎麼會 我只能夠 我是對付一些強者 我怎麼會對付一些弱者 我當然不出聲 就是這樣 那嚇一嚇他 那他真的收了聲 可能暫時過一段落 可能暫時過一段落 今晚可能有貼過也不奇怪 但不要緊 那我們這個一個過程來 好啦 今天的正題終於入了 那就是講回高sir 那我為什麼今天會請高sir來呢 事關高sir 有些東西我們開頭create了 接著做 然後做完之後有後遺症 其實很早之前做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一早預料是有後遺症的了 做慈善團體也好 做一個事業也好 做一個活動也好 都一定有後遺症出來的 那我今天終於看到一篇東西 就是真的那個後遺症就出來了 實有的 一定有後遺症 為什麼會有後遺症呢 那還沒講過後遺症 那我就想起 咦 不是喔 我可能都可以請高sir上來 總結一下上次又講過的事情 因為都隔了一段時間 我想都有幾個月了 半年了 有半年這麼久了 一定過了半年 那有半年了 那看看今次回來 他們有什麼成果 還有有什麼真的有後遺症 走出來 他們要去處理了 那麼高sir 那你好像說 上次那個梁景村故事 梁景村那個故事 那上回就提要 就是 我有個朋友 住梁景村的 那說家裡 長期有一個賤姐 有法力的 就搞他家人 就搞了幾十年 就給他們夫婦要分開睡 就不可以重聚 那跟著呢 結果他們出生 就把那個神婆 就收了他的皮 那跟著呢 就暫時風平浪靜了 那之後發生什麼事呢 就等高sir交代一下 好啦高sir 那天呢 你也有去過 去到梁景村那裡 見到那個家裡 一家人 那他不是有兩個女兒的 你是不是認識了那個大女兒的 我兩個都認識的 結婚的時候你也有去的 我兩個都認識的 你兩個都認識的 你兩個都認識 那我們去呢 就跟他們鬥法 那個拜神婆呢 其實她又有法的 法力都幾高的 不是說沒有法的 可以令到推動那些鬼 去了家裡 去了家裡 搞了家裡 在他門口那裡 又堪打堪殺 那些鬼 那我們去到之後 接了手這一宗案件 那我們就 用心跟他做 跟著 我們跟他 他就是把那個 地藏王菩薩 那些鬼神神 放在家裡的神樓 我們跟他清了它 就會放回那個觀音 跟著我們在香爐 跟他做一些事情 如果他再放鋼 放鬼進來 那些 我們就會有一個自動反彈 你做了一個機關 沒錯 他一有什麼來 就奉還給他 奉還給他 加倍 有十倍奉還 那現在那個拜神婆怎麼樣呢 跟著就 自己的腳閉了 現在 是啊 因為他想害那個女人 反彈 反彈給他 那隻腳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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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想說 好一隻腳 走去我們的神壇 鬼愛神壇那裡 現在我們開了神壇 慚悔 對 慚悔 說對不起 承諾永遠不要再害人 那我們的祖師爺就會 那要不要賠錢 不用 因為 錢來說 承諾賠回以前的騙那些 那你不騙 你賠不賠錢 就要跟我的事主說 是是是 那我們在8月5日 就已經開過神壇 就因為太過多 那些求助人 很多都是沒有錢 沒有什麼的 那他們要 我覺得先交代一下 各位 因為原本高sir他們的 求助四人組 是沒有基地的 他們就自己出去 外賣去救贏 所以 數量有限 對 數量有限 受完跡子 那他們有見及此 那他們就 那個神壇是善信支持的 那個神壇 其實我們沒有錢的 沒有人拿錢出來的 那就是 就是我們想的 就開個神壇 就是在荃灣 那我由他租那個神壇 到他搞定那個神壇 就是 去跟這個 叫做 地產 去談一下 你知道我用了嗎 我用了一個半小時而已 就是有地產的嗎 他有地產 就是你不是說有人 有個善信 突然間有個地方 不是的 不是的 就是正常租的 正常租的 那地產呢 就已經講了整十幾樣東西 那個問號 還有很多難題的 我去跟他講了之後 我告訴你 我說什麼 他就說什麼 那跟著那個業主來了 那業主剛剛又收鎖匙 他說是收鎖匙 那我馬上找他出來 他又說了很多廢話 但是我就全部 一句就收鎖匙 跟著 我說什麼 他就按摩 其實很感謝師公 師公喜歡這個地方 有廁所 簡單的說 你不要管內容 總之你說什麼 他又無端又說好 我沒有錢 他給我簽了些東西 我沒有錢 但是要不要交租都要的 都要交 很奇怪 說了一個大個數目 七百多尺的地方 實用到五百多 那我六千五元租而已 還有半個月頭的那個叫做 裝修期 還有那個差響 不用合地 六千五元租底 還有很多東西 是啊 那我租了之後 我才上網 去籌錢 是不是 我說給你 在短短十幾天裡面 籌了十幾萬回來 十幾萬回來 夠營運 夠了營運 所以買些師公的桌 那些牌匙全部 我用到最漂亮的 頂級的 那現在師公經常來幫我們 好了 那接著搞了這件事 我們開張那天 你知不知道 我們做了幾個單求助 五十單 五十單求助 你知不知道 快靚正 智慧師傅做 加加師太 我 還有我們那些 師兄師弟 師妹那些 那些 搜到拿來 到今天做了五十單 沒有一單回頭的 那你說是不是試過 那就好一點 就是好過你去別人家的 是啊 因為快 因為去別人家 尤其是車程 你來了 你來了 但我都總有出來做求助 那些人 那些人 不方便出來的 那些腳 要照顧充兒子 那些腳走不了 那怎麼辦呢 我們都去做 都去 隨心理事 你說給多少便多少 好了 那我們有什麼就在第二部分 再交代一下 高Sir的事情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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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可以解決 我們來做 我們都會來做 就是 我們會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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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來做